我们休息时间也到今天就是下午的总咨询 主席我有权疑问题所以时间先请暂停 主席我发现最近我们的局处首长 其实针对于每个议员的咨询 其实都有很多的意见 都会插嘴强化等等 其实对议事是非常的不尊重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本新北市的议会法规的汇编 在第178页有一个新北市议会议员咨询办法里面的第二条 里面有提到议员咨询分为市政总咨询及业务咨询两种 那前者向市长提出咨询以政策性重要问题为原则 由市长负责答复 那也就是说今天总咨询的时间 其实应该是要由市长跟我们进行问答 而不是由局处首长来对我们进行相关的回答 所以我这边希望主席来才是 除非我们议员去要求局长上台 否则我们一律是由市长来进行问答 好那也要那局长要拿东西给那个市长 拿东西是一定会嘛 那我知道市长前面有一个平板嘛 我相信资讯应该很快都会在这个上面 然后那个回答给市长 市长也可以指定局长回答 是那也希望就是拜托主席我们的副议长 可以来维护我们在议场里面的秩序 是希望不要让这个整个的焦点会模糊 好那也要跟各位局处首长说明 其实你们这样子强烈去护航市长 对他反而是不好的 这样看起来市长其实是没有专业 是个草包 其实他没有办法正式的来回应市长的 我们每一个议员的问题 所以要请大家还是要收敛自己的行为 我知道大家都很想要去升格当中央的部长 可是在那之前市政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市长应该要来做全部事情的才是 好再麻烦一下副议长谢谢 好那我们现在开始 好那请 秉佑有一个时事的问题 好请市长 谢谢市长 这是一个非常及时及时的问题 就在我们休息的时候发生的 就是在今天中午大概中午的时间 有民众检举 因为我们新北市泰山区明治路 这边有一个工地有陶役移工 那新北市有专情对货报以后 会同我们新庄警局的工局到现场查查 那有移工见状之后 跳逃那当然人无大碍 总共逮捕了总共六名的陶役移工 这个跟我们最大的关系是什么呢 其实它就是我们新北市 这个社会住宅的工程工地 这一点其实其实让我们蛮惊讶 就是因为一般来讲 公共工程本来就可以依法去申请 合法的移工 可是没有想到这个 没有想到市长这个指标性的 社会住宅的这个工程工地 居然还有这么多的陶役劳工 坦白讲因为过去两年 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其实这个移工进来的状况 不是那么多啦 所以一口气有这么多的移工 出现在我们新北市 公共工程工地里面 这到底是不是个案 那如果今天这是一个个案 那接下来这些移工的处置的方式 还有说其他我们公共来进行的状况 有没有办法一并做一个处理或清查 好 非常谢谢比优一 那这六名是陶役外劳 然后在我们 九名才对 九名 九名啦 对不起 九名的陶役外劳 在社会住宅会打工 这个部分是站在躲藏被查到 那我会想 我也在我们的公共建设的工程里面 甚至这些建设工地 或者哪些地方 我们有潜力的去做了解 到底还有没有多少台外来 这个大家花多少时间可以清查 我相信应该很快 因为我们下一个命令下去的话 包括警察单位 包括劳工单位都会全部总共 因为根据我们这边的讯息 这个应该是民众检举才发现 应该是民众检举 对 那这个工程 其实已经进行满长一段时间了 已经不是说 昨天才开工或怎么样 一零动工的 对 已经动工一段时间了 一二年了 已经两年了 那现在就是说 两年期间 这些移工在我们这个地方 没有掌握到 那我想的是说 因为非常的及时 那大家非常关心 我们希望就是说 市长虽然我们现在在总资金期间 可能局务所长都在这里 非常的忙碌 那是不是还是可以很快的 做出一个决定 应该的 赶快把这些清查出来 因为不只是说 我们工工工程的状况 不应该有这种情形发生 第二个是移工的状况 是不是我们能够掌握 是 因为他这个移工 我相信陶宇移工 是一个工地转一个工地的 他大概是这样 不过我们做一个前面的 前市的普遍清查 那我也要求他们 在最短的时间里面 把所有的普遍的 前面清查 我们所有的公共建设 后市 甚至有一些 建设公司在盖的 一些房子 我们也可以去解释 我想因为在台上的 这个只有这个 常常局长 常常局长 应该有警察局 应该也要去协助 这个部分的工作 因为这个时间 还有劳工局 对 因为我想 今天连续在中午的时候 就在我们休息之间 发生了很多重大的事件 那包含台中 这个捷运也发生了 这个事故 对 台中捷运也发生 吊车箱 对 那我们希望就是说 不要让这些事件 去转移了整个 整个总质群的焦点 我想大家还有很多事情 想要问市长 好 谢谢 比较议员的提前 拜托大家 就是赶快把这些 决定多少时间 赶快去做一个清查 那有任何清查状况 也请让我们议会 所有的议员知道 好 谢谢 谢谢市长 谢谢比较议员 谢谢 市长好 你好 市长 我们会问你 很多政治的ABC问题 我们不会进入到 非常细节的 这种专有名词 所以我们希望 你可以都主动回复 那不要让局处长 来就来带打 可以吗 你还有哪些议题 有些议题 我们可以指定 还是可以指定的 没有 我们当然希望 您因为最了解市政 未来应该也是想 了解国政 多了解 国政的议题 或是 有些政治的议题 他们也没办法带打 还是我再打 当然 当然 来 市长 所以最重要的还是 想要跟您请教 关于国际跟两岸外交的议题 市长 我请问你 台湾为什么会再一次成为 国际政治关注的焦点 大家认为台湾是第一岛链 印太平洋年纪的第一岛链 希望办了一个 台海稳定 区域和平的一个角色 是 我们台海稳定非常重要 但最重要是因为乌俄战争 让全世界感受到 独裁政权是没有办法控制 无法预测的 所以他认为下一个热点 可能会在台海 那所以市长 请问你为什么台海稳定 对于世界这么的重要 因为这里面 很多在民主自由 也有很多的同盟国 那相对的 在第一岛链里面 印太平洋年线 大家都面对很多的挑战 尤其在美洲贸易的竞争底下 大家难免会碰上 所以挑战是来自于经济 那经济的原因 台海的重要性是什么 台海的重要性当然是晶片 是什么 晶片 晶片 对嘛 所以很多嘛 晶片我们全世界来自 70都来自台湾嘛 那经过台海 台湾海峡有50%的贸易量嘛 没错就是因为这么样的重要 所以台海的稳定非常重要 市长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他有说 台海问题不是中国内政 而是全世界的议题 韩国总统以习越说 台湾问题是全球问题 南韩反对中国企图 以武力改变台海现状 所以市长 你认为台海问题是全球议题吗 台海问题确实 一定要稳定 不然的话 怕引起更多 所有印太平洋 也会产生全球上的一些议题 大家全球都蛮关心 是产生全球议题 还是全世界共同一起会面对的问题 全球都很关注台海议题 因为都有互相联动的 市长 可是中国强硬的回击说 这是一个内政问题 市长 你觉得台海问题 是中国内政的问题吗 我想大家很清楚吧 我们国家就是中华民国 对不对 没有我问市长你 你觉得这是中国的内政问题 还是全球的问题 我想这是两岸问题 两岸问题是一中原则 还是一中政策的问题 我们叫中华民国 你们我们叫中华民国 好市长 所以那所以台湾是属于中华民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吗 中华民国现在制权 僅此于台澎金马 好 所以你认为只有这样子 那所以中国大陆那边 算我们的领土范围吗 我们的之前就在台澎金马而已啊 现在的制权只到台澎金马 所以市长 请问一下 你现在你都不敢去表述这个问题 你不敢大声的说出 台湾是台湾 中国是中国 那未来你到了国际社会上 你要如何让台湾立足呢 我们是中华民国啊 我们是中华民国 可是问题是中国不承认中华民国啊 中华民国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啊 是但是中国不承认 那你怎么办呢 我们要对自己有信心啊 那可是国际社会不承认啊 那你如何有信心 你要怎么做 我们要经常走出去啊 有邦僧林 让别人都认识我们 我们还有13个邦交国啊 好 所以你也希望未来增加邦交国是不是 我们都 让我们的友邦多一点 朋友多一点 好来市长 因为中国并不是这么想的 之前这个中国驻法大使卢沙野 他受到这个法国媒体的专访时 他就表示 他说他评论台海危机 他说威胁者不是中国 中国才是被威胁的那一方 市长你认为我们哪里有威胁到中国 别人的看法 我们可以尊重 那你的看法呢 我们的看法 两岸一定要在平等 尊严对等友善以下 大家好好的良性互动 这才是最重要的 而且要降低冲突 市长 我想造成台海威胁的 危机的威胁者很明确 你能说出那个国家的名字吗 两岸问题 确实在这一段时间会比较紧张 我们必须要降低冲突 谁是台海危机的威胁者 说出来 市长你说出来 台海危机的威胁者 中华民国面对所有的危机 我们都不容许挑衅 是 来 市长 卢沙野也在专访中表示 台湾没有民族自绝权 要由中国人决定台湾的命运 所以市长你认为台湾的前途 跟未来该由谁来决定 台湾的前途 但是中华民国的所有的国民 2300万来决定 但是市长你说的不一样 你之前拜会新加坡 你受访的时候 你说你跟某一个人 已经充分沟通了国家未来的走向 请问你是跟谁沟通 国家未来的走向 你在媒体专访里面 我们在讲的是 我们发展部 国家发展部 国家发展部 他有一个绿色蓝图的科技发展蓝图 那我们针对我们新北市 针对我们国家在金融科技永续 所以你不是跟黄勋才讲这个东西 这个是国家发展部的 好 市长 我问你 你去中国 你挑这个中国地方 非常的特别 你都知道中国 它是过去是孤王会谈的地点 也是马锡会参与的地点 所以你出访新加坡 是为了延续国民党九二共识的路线吗 我去新加坡也不是第一次 这也是第二次 我上任来第二次了 那第一次去新加坡 跟第二次去 其实要看新加坡这四年来的改变 那不管是 来市长 我认为你是想要跟马英九书成 你想要继续拥抱九二共识 可是市长 习近平已经定调 九二共识就是一个中国 就是一国两制 他不承认中华民国是个国家 所以你口口声声说 你反对一国两制 那你可以大声说出 你反对九二共识吗 我一切按照现行的法律 中华民国宪法 现行的法律里面没有九二共识 所以你有没有反对九二共识 我们现行法律 就叫中华民国的宪法 如果两岸有交揚 你就按照两岸的 市长我要跟你讨论九二共识 回到我们的题目上 你为什么不敢反对九二共识 你还想要拥抱国民党的审主牌吗 我是协议法律的 当然按照法律的规定来 法律的规定是什么呢 中华民国宪法 那是什么 中华民国宪法 我们的国家叫中华民国 有国旗 所以两国论吗 我们有国旗 所以我们是两国对不对 是吗 台湾与中国互不隶属是不是 市长说出来 我们要对自己有信心 我们是不是 独立的国家 我们是一个国家 我们是不是两个国家 我们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市长你都不敢说 就我觉得你没有准备好 以后在国际场合上怎么办呢 对不对 我们这个国家没有错吧 你也是中华民国的议员 来市长我问你 卢沙也他也有说 他说统一后要对台湾进行再教育 让台湾人再一次变成爱国分子 再一次支持统一 市长我问你 这让我想到新疆的集中营 美国国务院说 当时现在 现在有两百万的少数民族 都关在新疆的集中营里面 如果统一的话 台湾可能会变成下一个新疆 今日新疆明日台湾 所以市长你知道新疆集中营 发生什么暴行吗 哪一些暴行 新疆的暴行 应该很多种吧 那是什么 应该很多种啊 因为 那你说说看啊 你那么了解国际事务 如果真的发生暴行 一定很多种啊 对 惨绝人寰的事情 你知道在集中营 发生哪些可怕的事情吗 集中营 那当然像监力一样吧 监力有时候也有会一些 非法灵验人寰的事情 都有可能 台湾的监狱会发生这种事情吗 台湾啊 而也会传出有一些 不法事情啊 那新疆的集中营 市长你应该知道吧 市长你竟然不敢说耶 你不敢对中国 进行批评跟谴责吗 我不是没有批评跟谴责 因为我不了解 那里面发生什么事啊 好啊那我跟你说里面 当然这些新疆的 这个维吾尔族的人民 还有一些少数民族 都被强制监禁嘛 在教育洗脑嘛 身体虐待 强制绝育嘛 BBC之前还有报道哦 他们这个集中营 有系统性的性侵妇女 然后有计划性的要让新疆民族消失 所以市长你对于这种新疆设立集中营的这样的状况 违反人权的事情 你要不要予以谴责 我对人权的普世价值 我们都要受到保护的 那对新疆呢 新疆的集中营 对每一个国家都要站在人权的异常 市长你都不敢说耶 我也要像黄杰阳翻白眼 因为我对那个案子 我不是那么样清楚嘛 我没有去了解那个案子嘛 所以你不知道新疆集中营发生什么事情啊 市长 我并不了解这个个案啊 你今天想要参选总统 你却告诉我 你不知道 你不敢谴责中国 市长这个卢沙也说的话哦 他就是代表习近平 他是一个非常高阶的外交官 他是驻发的大使 通常这样的大使被召回中国 要么就是外交副部长 要么是外交部长 他的话基本上等同于习近平 他就是习近平的延伸 所以如果台湾有一天 真的被统一了 就有可能发生这种惨绝人欢的事情 所以市长 你要不要谴责一下中国 我会捍卫中华民国国民的所有的人权 好 怎么捍卫啊市长 我觉得问题是 因为你支持两岸一家亲耶 市长 我要跟你说 你在 2017年的时候 你在2017年的时候 你到南京 你出访南京 你带了一个文化经济交流团哦 去跟当时江苏省的副省长张磊见面 你特别说了一句话 你说 江苏经济高度发达 南京变化日清月异 每一次来到这里 对两岸一家亲的理念 都会留下深刻的印象 希望新北市和江苏省的交流合作不断的深化 为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贡献力量 这是2017年在华星星华社的报道 所以市长你支持两岸一家亲吗 我支持两岸 以平等 尊严 友善 大家务实的交流 而且在一阶段先降低冲突 那谁能带来和平 谁能带来平等 市长 你也知道中国想并村台湾吧 你知道中国想并村台湾吗 只要对我们国家有伤害的 有敌意的 我们都要强化自我 自我防卫的能力 市长 这么有野心的国家 你要跟他一家亲吗 我们面对所有的外面的挑战 我们都要对自己有信心 市长 你是为了骗选票不敢讲啊 没有什么骗选票不骗选票 我是新北市市长啊 你知道这句口号是统战口号吧 你在中国讲两岸一家亲 你支持统战吗 我只支持中华民国的立场 市长 中国用一中原则 打压台湾的外交空间 算不算两岸一家亲 我们就是中华民国 市长 共激绕台威胁台湾 算不算两岸一家亲 共激绕台 我相信面对一个和平 绝对不能是单方面 大家要双方面 互相的良性互动 那你觉得台湾应该怎么做 你说要互相 那台湾应该怎么做 中国应该怎么做 如果 提出你的建议 提出你的政策 如果有挑衅的 这是不应该的 谁挑衅 如果有 如果有共激挑衅 这是不应该的 共激挑衅 他飞过来就是挑衅 对啊 所以这是不应该的 所以这是不应该的 这是不应该的 我很清楚 所以这不是两岸一家亲嘛 对不对 这是不应该的 我们面对 我是一个中华民国 来市长 那中国用断交的方式 抢夺台湾的邦交国 这样子算不算两岸一家亲 我想邦交国 我们自身也要多努力 多让友邦 多了解中华民国 市长 在一个中国原则之下 台湾的生存空间 是非常小的 我们讨论这么多 你一直在讲 平等尊严 友善的交流 你到底要怎么做 你如何在维护 台湾主权的前提之下 做到这样的交流 我们可以 现在也有在交流啊 只是两岸交流 现在没有那么多而已啊 因为中方不愿意交流啊 所以是这样 真的哦 我要拜托你好好讲清楚 我们的议员们 等一下会继续来 关于分析两岸跟这个外交问题 我希望你面对国际社会 跟中国的压力 你真的能够说出来 不要只是耍嘴皮子讲空话 谢谢市长 谢谢 两岸现在还是在交流啊 两岸经济贸易 顺差大概1500亿啊 所以都还是在交流到 谢谢市长 好不好 谢谢市长 市长一直要说 要捍卫中华民国啦 保卫中华民国 你现在最好时机来了 捍卫中华民国 要救救台湾人民 谢谢 我从 过去十年来 现在都是这样子啊 市长 过去十年 中国人 中国人入籍 我们新北市 陆续已经破万人了 男女比大概一比四了 也就是说 大概平均400个 人里面就有一个 是我们新北市市民 是本来是中国人 投奔我们自由地区 来到我们中华民国的 有了 可能是结婚的啦 对 基本上都是结婚啦 结婚的比较多啦 一亲啦 看那个都结婚比较多 这个数据大概是 这个数据是这个 市府提供给我的啦 所以男生大概有2000人 女生大概有8000人 过去十年 当然时间累积更多 那今天我要这边 向市长提出个 非常重要的呼吁 因为过去这几天 因为过去这几天 这一段时间 其实发生很多 我们虽然一直讲 两岸一家亲 你也认同 你也觉得平等 尊严 可是就在这段时间 我们有很多 中华民国的国民 被中国扣押 那你过去 在担任警察的期间 曾经协助过 两岸共同打击犯罪的工作 我想你一定也有 两岸工作的一些基础 你有些朋友 你有很坚定的立场 那现在我在这边 要非常恳切的 请求市长下一页 这位先生 他叫做傅查 他汉名叫李延赫 他是八旗出版社的总编辑 他的八旗出版社 就在我们新北市的新店区 那他因为用陆配的身份 已经取得 中华民国的身份证 那是中华民国的国民 现在因为违反 因为涉嫌从事 危害国家安全活动 遭到中国逮捕 我不知道市长 对这个事情有什么看法 他是我们中华民国的国民 那也是我们新北市 的一份子 他现在在中国 因为出版了一些书 惹中国不高兴 用涉嫌从事 危害国家安全活动的名义 被中国逮捕 请问市长 你对这个事情有什么看法 在对岸到底有没有违反 对岸的法令 我们了解 如果在我们中华民国的国民 如果在对岸 受到不平平的待遇 我们要表示我们的态度 市长你的态度是什么 如果他是受到委屈的 或是受到不平平的待遇 我们当然要顺出言索 根据这个 中国这边的官方的说法 最主要原因是因为 他出版了很多书籍 对中国有很多的抨击 那不像市长 我就想市长的态度 对中国蛮袒护的 一直问到共激到台 他会觉得说这是不可以的 除此之外 其实中国对台湾 还有很多其他的行为 但没有关系 一样市长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机会 下一页 目前 市长你已经准备要 攻向大位了 你需要各种各式各样团体的领袖 来支持 人权团体 社运界 文化界 现在都发起连署 希望 大家来声援 傅查兄 的这件事情 希望有这个机会 台湾人表达这个心声 既然你讲究的是对等 和平 那他如果违反的状况 只是违反中国法令的话 我们能不能就一个 中华民国立场 去说明 这个言论自由 出版自由 都是在宪法里面讲到的 保障人民的部分 我这边有一个QR Code 所有的局务手法 我们也可以帮帮忙 在场所有的记者 也可以帮帮忙 你只要现在 拯救中华民国 捍卫中华民国 非常简单 手机拿起来 扫一下QR Code 参加联署 让大家知道 你讲汉卫中华民国 不是说说而已 从现在开始做起 非常的简单 扫QR Code之后 你们还可以看到 有300多个各界的领袖人士 目前都参与联署 我想这些人 不是一般的百姓而已 他是我们中华民国国民之外 他也代表人群团体 社群界文化界 所有的领导分子 如果他们看到市长 你愿意声援覆察的话 会非常高兴 因为我想 这一点就是 我们跟对岸最大不同 虽然你一直不愿意去谈到 中华人民共和国 但是我觉得 这是一个机会 或许你不用把这次讲出来 但是两个国家的体制 我们对民主自由 我们对出版自由 我们对人民安全的保障 跟他们立场是不同的 所以市长 愿不愿意接受这个邀请 就这么简单 我的意思很清楚 我在跟EO议员报告 我绝对捍卫中华民国国民的权益 任何台湾人 受到不正当的对待 政府关联都应该挺身而出 从法律面来捍卫各种权益 我相信这是我们的态度 很清楚 市长 市长 现在因为讲到法律面 其实两岸还有很多困难的地方 虽然你一直讲到人民 两岸人民关系条例 但其实里面 有关于其他合作的部分 其实都非常看当时政治氛围 所以 现在我们请求的 并不是说 你马上透过行政的力量 法律的力量 而是说 这是一个你非常好表态 告诉全台湾人民 你的态度的机会 就是声援复杂凶 在中国遭到违法秘密扣押 逮捕的这件事情 这个 刚才你也提到 你捍卫人权 你支持人权 可是 在我的心目中来讲 这是再简单不过的事情 因为这就是一个声援 我们知道 台湾是一个小地方 我们很难对中国 有强制性的作为 但是如果我们连这个态度都没有 我们连这个态度都没有的话 你只是在这里 一直讲捍卫中华民国 守护中华民国的主权 但是你的行为 有哪一点 你有哪一点 有感动我们百姓说 你今天真的做了一件事情 你做了这件事情 告诉大家 你真的可以做到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就是过了这个 春就没那个店了 我们不希望有更多台湾人受害 但是这个有非常巨大象征性 其实不止他 到现在还有好几位台湾人 因为不明的原因 我想他们都不是因为 违反中国当地的法令 而是因为单纯的 中国看他们不顺眼 就遭到这样待遇的话 这样子的情形 市长是否愿意 或许今天在总之群的 这个时间里面 你不适合把手机拿出来 不适合做这个填表动作 但是我邀请市长 希望能够在 我们总之群结束之后 接受这个邀请 让所有台湾的人权团体 社运界 艺文界 这些的人都能够站在一起 去支持台湾的民主自由 出版自由 热门的台湾人受到 不正当的待遇 我相信我们都要挺适合出 按照法律 寻求各种解决 当事人的潜力 好 市长 那总之群后 我再邀请您 一起来参与这个联署 谢谢市长 好 先谢谢市长 呃 市长手边没有手机嘛 那我想请问一下 在座的局处首长 请问今天有带手机来的 请举下手好吗 有带手机出席议会的 请举一下手 没有人带手机 都没有人带手机啊 好 既然都没有人带手机 我想这个市府 从市长到局处首长 这个不表态 不敢表态 大概是已经成为一个常态 就连教育局长 现在在讲电话 也不敢举手 好 刚才这个 我们林秉庸议员说到 邀请大家 呼吁大家 扫一下QR Code 我们用实际的行动 来为我们的这个复查 来为他加油 为他打气 请问一下 在座的局处首长 有人愿意 如果你现在真的没有带手机 没有关系 请问待会出了议事厅 愿意加入这个QR Code 加入这个声援行动的 请您举手 在座没有一位 包含从市长 侯市长到我们 新北市府29个局处 没有人愿意加入 这个声援复查的QR Code 行动 好 市长您刚才有说 您非常关心台湾人民的人权 但非常可惜 让您有采取行动的机会 您没有把握 那除了刚才的复查 请问一下市长 您还知道 有哪一些台湾人 现在或过去 也曾经被中国 用这种秘密关押 用这种不明的原因 遭受中共的扣押 逮捕的案例吗 美里有一些有报道 市长有印象吗 最近我比较没有去 注意到这个新闻 好 了解 没有关系 我补充说明一下 除了这个复查之外 历年来包括2012年的 这个中顶帮 2017年 这个李明哲 2019年的李孟居 甚至在去年 还有一位杨志渊 这个都是中国 用粗暴的行为 在打压台湾人的人权 好 那市长对于这些 台湾人的人权 大概都比较没有关心 没有关系 那我想请问 刚才市长一直口口声说 您是读法律的 您对法律应该都 比较有了解 请问一下市长 您有关心 现在中国刚修的 反见跌法吗 大概最近有修正吧 是 你大概可以说明一下 这个反见跌法的内容 反见跌法里面 我记得好像是 4月底有修正过一次 那最主要是用网络去攻击 这个 他们有一些政府的一些 相关的设备设施以外 还有一些资讯 大概意思是这样 市长 那这个反见跌法 除了对于国家之外 对于个人 有没有什么样的影响 您是否了解 因为它里面很细的东西 并没有 记住一看里面 条文的内容 好 当然这个音乐 也关乎刚才讲的 复查这个案子 刚才市长讲说 要从法律层面 来着手推动 来着手解决 我们也希望 市长说到要做到 也要对法律问题 也要多说了解 我跟市长补充一下 这个反见跌法 是最新修正的 那即将会在7月1号 要来施行 那这个内容 我引用 日本的经济新闻 他有呼吁 如果您接下来 要到中国大陆 进行旅游 或者是进行 这个商业活动 以下的行为 可能都要注意 包括了 您跟当地人的交流 包含您在新疆 跟这个西藏地区 与当地人交流 或者是您 在自己的本国 或者是在中国 透过社群媒体 声援过香港 或是谈过其他 政治的敏感话题 甚至 市长 我们一般人 如果去中国大陆 您如果使用手机拍照 甚至是您手绘地图 这个都有可能 让中共用 莫须有的罪名 就将你 无理由的 这个监禁 或者是关押 逮捕 您知道 这个我们的媒体 这个我们媒体有报导 大概有几个报纸 像联合报 几个报纸有提醒 国人如果到中国大陆 旅游 会提醒哪些地方该注意 提醒大家避免 触犯中国的法令 大概有这个提醒 所以我才知道说 7月1号要正式公布 所以他事先就提醒 大家 所以市长想起来了 新闻媒体有报导 媒体有报导这个内容 好 那您认为这个 本间谍法 对于新北市民 有没有影响 如果到中国大陆 去要理由的 探亲的 我们要善意的提醒 不要去违反到 中国的法令 不要违反中国的法令 是 好 那我们也希望 这个市长 您这个 在新北市 担任市长的期间 也要多呼吁 也要多关心 希望您真的 可以采取行动 好 要呼吁大家 接下来 中国即将在7月1号 要施行这样子的 反间谍法的威胁 对于 不只是 这个新北市民 甚至是全体的台湾人民 甚至是其他国家 的个人 以及公司 都有可能 会受到 人权上面的伤害 好 下一页 好 这个市长 刚才讲到 反间谍法 那我想问一下 您认不认识这位 国台办主任吧 对 他叫做 宋涛吧 是 没有错 他叫做宋涛 当然不认识啦 你不认识 不认识 是 你知道 叫做他的名字啦 不是啊 媒体有报道啊 是 是 那我想问一下 这个 下一页 我为什么会讲到宋涛 在今年 我们农历的春节过后 有里长组团 到大陆去参访 那最近 也有4月7号到14号 我们台湾村里长的联合总会 有一行人 也到山东北京去进行参访 这其中就接受了这个宋涛国台办主任的会见 好 这个时候重点来了 宋涛说 他希望积极推动两岸的基层交流 而且让两岸一家亲的理念 不断深入人心 局长 请您回座谢谢 他以为说村里长跟他有关系啦 没有 我这边要问的问题是 好 没有局长的问题 不用紧张 有需要的话 市长跟我都会请各位上台 谢谢 好 我这边要问 两岸一家亲听起来好熟悉呀 市长 想请问一下您口中的两岸一家亲跟宋涛的两岸一家亲有没有一样 只要在两岸之间能够平等之内友善在交流过程当中能够降低冲突 大家互相往来务实交流 所以你认为您的两岸一家亲跟他的没有什么差别 我相信只要大家都是平等互相对待 大家好好的善意的沟通 那彼此之间有良性的互动 多多沟通 多多了解 如果能够降低冲突 这也是个好事啊 是没有错 所以我们希望的交流是基于刚才市长讲的基于平等 基于这个善意嘛 对不对 当然啊 那我想问一下 市长您认为中国有在对台湾进行统战工作吗 每一个国家他一定对每一个国家他都有一些想法 我们台湾最重要 我们中华民国最重要的 是一定在我刚刚讲那几个原则底下 大家互相往来 现阶段我们的政府还是有部分在跟大陆也有互相往来 那刚才林秉庸议员讲的 这个共机扰台 市长您认为共机扰台是这个统战行为吗 共机扰台对我们来讲 这是一个我们不容许的一个行为 所以这是不应该的啦 所以和平一定是要双方面或者多方面 大家一起平等对的来看待 是 所以市长您认为刚才这个图片 这新闻所显示 您认为这个都是基于平等 基于尊重 基于善意 没有进行任何的统战行为 因为他这一趟去的目的 我相信应该是在两岸务实的交流底下 基层交流 我看标里写基层交流啦 是 其实听到市长这样讲 我一则以洗一则以忧啦 洗的是市长非常的乐观 那这个优的也是 如果市长对于新北市民到中国进行参访 进行交流 但是都完全不设访 我其实是非常的担心 如果是反监联法我们会提醒 不过一切按照两岸人民关系条例来进行 我有国防法 又是法律 所以市政法律是规定我们可以去啊 基层的照两岸人民关系条例 他是可以去的啊 是那我想请问一下 市长你知道我们中华民国的法律 有哪一个有讲到 呃关于中国对台湾的统战行为 我相信有一个自由地区嘛 好 对大陆地区 我们很清楚 有一个在规范嘛 是 好 那呃可能市长不认为中国对台湾有进行统战啦 好 那我想继续请教 市长 您会建议新北市的里长到中国 进行参访吗 他按照规定来办理啊 所以可以去 这个国家也没有禁止别人不能去啊 哦当然没有错 我们现在的国家并没有禁止别人不能到大陆去啊 请问一下今年新北市政府你们会补助呃新北市的里长或者是补助其他团体到中国进行交流吗 没有这也是啦我们一定是在国内里游的啦不是国内里游国内演习啊 好所以都不会有市政府的补助到中国进行任何的参访 不会啦不会啦 好那我想要继续请教 局长请回座 所以啊这国内也有关系啦 好所以市长您今年度也不会有相关任何的交流参访到中国大陆去 目前没有这样规划 目前没有那未来这一年有吗 目前没有吧 未来的事 未来可能有 未来是不知道啊 哦是 所以有可能我们新北市政府今年有机会会由市长率团到中国大陆进行参访 这个我说是今年没有这个计划 啊今年确定没有这个计划 今年没有这个计划 今年没有 好那今年请问一下我们29个局处以及呃底下的所属单位 会有公务人员到中国大陆进行交流跟参访吗 好这个可能市长没有那么清楚我想问一下 所以这个是人事处 好处长麻烦你 我们今年度这个局处29个局处以及所属的相关的机关以及公司单位 请问会有公务人员或者是公司的人员到中国大陆进行交流或参访吗 跟议员报告一下 这个我们副大陆是有几个机关 他有提报这个包含出国赴道路 好有几个机关 好你请回谢谢 好市长 关于我们公务人员接下来今年度有可能到中国进行参访 面对反间谍法 以及有可能中共对我们的统战 当然您可能不承认 您会对于我们这样子的公务人员做什么样的提醒 做什么样的建议 有哪些事情可以做 哪些事情不能做吗 我相信按照第一个按照我们国家的法律 第二个要注意中国大陆的一些相关法律的修改 要提醒他们随时要注意 避免这违反中国法令 到时候两边又有一些争议出来 是好 那所以今年市长市府团队 也就是会有代理人到中国大陆进行参访交流 谢谢人事处长 谢谢感谢你请回 好 市长 这一题我最后还是要做一个呼吁了 我们看到中国 这个无论是相关的法规 从修定这个反间谍法 我们都看到中共对于人权的迫害 对于言论自由的管控 那也当然包括了统战的渗透 或许您不认为那个是统战的一环 那当然作为新北市议员 我还是要跟您呼吁 您应该要大声的疾呼 并且甚至采取行动 用实际的行动来捍卫 新北市民在中国大陆的人身安全 所以我要再一次 也要再一次呼应 刚才林炳佑议员 邀请您待会离开我们议事堂之后 您拿出你的手机扫一下QR Code 好 那接下来我要继续问一下 市长 您认为这个市政府的资讯安全 目前成绩您就会做怎么样 您打几分 因为目前为止 我们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发生 比较严重的治安问题 所以目前为止应该 请坐 算是安全 不需要上台 这资讯是指认嘛 我们严考单位是负责资讯 所以我们市府的统筹单位是严考会 来 请坐 没有问题 目前我们没有发生严重的资安问题 是 是 是 好 所以市长觉得表现得非常好 还是觉得还可以 还是您认为还有改善的空间 当然每一个资安一定好 要不断的去update 不断的去提升 所以资安的问题 绝对是要随时严谨的面对了 不能说你有事 所以他几分 市长您愿意打分数吗 我从来很少给人家打分数的 打分数是人民打分数 不是自己打自己的 如果我自己打自己高也不行 打自己低也不好 那不是这样子 所以让别人来帮我们打分数好不好 所以市长觉得我们目前资安没有出什么样太大的事件吗 但是还是有害个会攻击 还是会有害个攻击 好 那我们继续往下看 来 下一页 报告市长 我认为您对新北市府的资讯安全掌握完全没有 完全不及格 完全没有掌握最新的情况 来 诸位请坐 我们又要请你回答 请你回坐 谢谢 谢谢你 谢谢诸位 请回坐 请你回坐 我来回答 请你回坐 谢谢 没关系 请你回坐 感谢你 现在是我的执行时间 谢谢 好 为什么我会这么说呢 为什么虽然市长说我们都没有发生资安问题 但是新北市却屡屡传出我们的中共势力入侵 我们新北市的资安完全不设防呢 来下一页 我特别跟您报告 没关系市长 我等一下会告诉你说 我先跟大家报告 在2019年的时候 当时候我们新北市 我们民进党党团就踢爆了 我们市政府自己成立的创业基地 新北创意方 就遭受到中资的入侵 这么大一个亚洲议员基金的投资活动 被查出 后面是中国企业主办 来 局长请回 谢谢 没有 我还没有讲完 请回谢谢 请你请回 我还没讲完 我现在讲资安的问题 局长请你不用担心 谢谢你请回 局长你请回 等一下有些他是 新北创案是他的啊 局长 谢谢你 请回 这个我们是不是时间暂停 谢谢 是 我请局长请回 因为没有他的问题 他也没讲话 我请他回去 因为我希望可以专心我的 那不然我会来回答你的问题 局长请回 我不料久会请 两位请回 谢谢 我们主席是不是我们一直暂停 为什么要暂停 我有要求我请局长请回 对 他们没有回答问题啊 他们要地址条给那个市长啊 我很坚持 这是我的质询时间 今天我希望可以按照我的质询的步调来进行 谢谢 那意识规则是在哪儿 主席请你财事请你处理 啊 主席时间暂停啊 时间暂停喔 他那边没有回答 没有那个啊 主席 我们现在是我的执行事件 应该是要尊重我的意见才对 谢谢你 请你财事 谢谢 没有两位 没有两位局长 没有两位 你可以问我 我来直接回答你的问题吧 有需要我来请他们回答好不好 没有问题 您需要可以请局长上来 我绝对尊重市长 但市长 在你没有开口之前 我希望两位局长请回座 没有问题 这个我绝对尊重 两位局长 谢谢 如果有需要 市长以及我 都会请大家上来做说明 在没有开口之前 请大家请回 市长 请问你现在需要两位局长 站在你旁边做你的保镖吗 因为你现在问的是新北创意方嘛 所以您要准备请他回答吗 还有资讯 跟资讯单位有关系啦 好 所以市长 您开口要求两位局长在你旁边 我先 如果是我能够答的 我一定先回答 所以您要求两位局长在你旁边吗 我就请进化局来讲 不是我们这几天的议事规则 我觉得已经 严重影响的我们议员的质询 市长 您可以要求 我会尊重 您是不是要求 现在两位局长在您旁边 因为这两个议题都跟他们有关系 一个是资安 好 所以你就是要求 好 没有问题 因为可能我刚才说到 市长对于市政 对于资安没有掌握 市长可能比较紧张 这个我尊重 我了解 好 下一案 下一案 谢谢 我们继续看到 在2020年 我们新北市有一个 甄学影片活动 竟然要求学生 学生要下载我们的抖音 并且还要注册账号 更不要讲说 我们这样子的文件标题 竟然是用中国的诱语 来下一案 好 来 就在2021年到2023年 竟然也有采购不设防 包括我们的缺间测数 以及我们的CPRG 都是采购中国货 好 越来越多急速上台了 好 没有关系 来我们下一页 好 我们竟然看到 就在今年的三月份 我们卓冠廷议员踢爆了 我们市府的 510万 环境公民教育 推广计划当中 竟然使用的是 简体字的教材 好 接下来我要请教市长了 市长 您怎么看 这里面 特别给议员做一个说明 这里面像 环境公民建卫里的 简体文字 这里不是 违反国家 自然安全的 产品的单项的 这个项目 而且这个也有的 跟 市长谢谢 相及的CPR这两台 也是教权案用了 没有各自外泄的这个问题 我特别要说明一下 另外 有一些是 都已经有跟教育 教育单位来做一个 先来做一个报备了 是市长 我要讲的是 这是过去的案例嘛 对不对 好 那 我当然希望 市府有这些案例 是真的应该要越做越好 也不应该是像市长刚才口中的 我们的资安都表现的还可以 都没有重大的事情发生 没有重大的事情发生 这些在市长看来 都不是很重大 好 市长我要继续请问你 我们母天 榜下来五千五万六 对于使用抖音的政策 是什么 市长 这边我说明好不好 我请 市长 使用抖音应该不是你的权责范围 这个案子就是我们 我们同人他们在争取高中处的老师 我们的资安的专责单位不是应该是研考会吗 请问市政府对于使用抖音的政策是什么 包委员 我们每个月挡下来五千六百万次的嗨客攻击 并非不是防御的很好 少数人参见被公布都是配合行政院做调查 以上 所以来 这个市长 是 请问你有掌握中央的政策吗 使用抖音的中央政策 中央政策我一切都是按照我们所有相关的规定 包括给交易局的 包括给 没关系这样听起来市长你完全没有掌握我跟你报告 在2019年的时候行政院就公布了 限制在公布门资通设备以及所属场所使用抖音 当时候还有个新闻有新北市政府的回应 新北市政府的回应是什么 市长您记得吗 好我直接告诉你们都一问三不知没有关系 这么多数据上来也不知道 你知道我回应你新北市政府那个时候回应是跟进中央 来 市长 跟着中央 跟进中央 所以在公布门相关的资通设备相关的这个场域都不能使用抖音对不对 报夥议员他们还没公布之前我们就已经全部清理过了 而且目前没有任意向设备是来自于中国 好那是不是也不能在我们的公家场域使用抖音 是或不是 在我们市府公司的范围内是没有的 我在我们自己市府范围内是没有的 好 市长是吗 我们跟进中央的政策是吗 中央怎么定我们都怎么照规定 好非常好 来我们请市长看一下下一个影片 这是你们交局的吧 这是来的 好市长 这个地方您熟悉吗 这个是教室是吗 好 市长 这个是青年局的亲职基地 这个您在今年三月份的时候还有到现场去剪彩 没错 好市长您看到这个影片您看到什么内容 有没有看到简体字 看 现在是我看不到 好没关系 因为这个很小看不到 这当中是讲简体字 而且使用的是抖音 市长 请问 这个有违反新北市的资安规定 有违反中央的资安规定吗 这个我要进一步了解吧 因为影片就在这边 我看不清楚 也要来龙去末啊 要有来龙去脉是不是 这搞不好也不是我们新北市办的啊 太棒了 来下一页 谢谢 来 市长 你说这不是新北市办的 我告诉你 这就是新北市政府花工堂交抖音嘛 我刚才说市长 你们从上到下这么多局所长在这边 对于资安完全没有掌握 这个是新北市政府 我们教育局 青年局自己做的海报 就在我们市政府 我们的这个创业基地 竟然花工堂要交抖音 而且局长 你们还发一个新闻稿 贴在你们青年局的网页上 市长 我必须要说 我不知道你们是不了解 不清楚 这个资安的规定 还是 还是市长 你们各局所长 包括市长 你们都故意 将这个资安的这个疑虑 完全抛之脑 也难怪 谢谢你们 谢谢 因为你们已经展现出完全没有掌握 也难怪 市长没有办法打分数 这并不是我们公务的 因为这是在这个 交青年的这个自媒体引流 那目前来讲 虽然我们公务部门 绝对不会使用抖音 也不鼓励 但是其实这是一个业间的 这个业界这边的老师 他认为抖音算是现在 今年创业在自媒体上面 非常 那你们还发新闻稿 给他好棒棒 这个部分其实还是要看这个业界 所以 我不知道是局长 你对资安的状态完全不了解 你们就是在公家的场域 交抖音 使用抖音 刚才这个政策 我们的研考会主委讲不出来 市长也讲不出来 我们是讲不出来抖音的问题 我们已经按照 装的命运来做了 我们也讲不出来重要的政策 是 这没有影响 好 议员 我们所有的资案都是follow 行人员的一个规定 没有关系 我这一题 我可以明显看得出来 市政府对这一题完全就是零分 也难怪市长没有办法打分数 市长我继续要请教您 您自己有抖音账号吗 我 我不会用抖音的 你不会用抖音 好 那你有使用过抖音吗 我没有用 没有用 好 这个市长 这个我们要不要再看一下一个影片 那是纳豆用的了 是 市长 您这个是贵人多忘事 这个我不责怪您 这个因为是在2018年 当年你是参选人的身份 要选新北市市长 所以你找了你的外甥艺人纳豆 一起开直播 一起用抖音 作为选举的工具 但市长 这个影片我坦白讲 看得是蛮温馨的啦 那这样没禁止啦 是 市长 我要问一下 这不是我的账号 我的账号不会用你的 我知道 这不是你的账号 但市长 这个影片看起来很温馨 但你认为使用抖音 有没有资安的危机 我们现在要按照中央的法令 来规定来做 你认为使用抖音 有没有资安的危机 中央认为 这应该是有资安的问题 所以才会禁止吧 是 所以您认为使用抖音 有资安的危机 会不会影响国家安全 因为这个抖音 既然中央已经下令了 不管有没有违反安全 我们都是要遵照中央 来办理 是 那市长 我想要再继续问你一个问题 无论您接下来是 继续在我们新北市 担任市长 或者是您要出去选举 您是不是都可以承诺 都不使用抖音 作为平台 以及不使用抖音 作为剪辑影片的工具 一切按照中央的标准 规定来做 中央怎么规定 我们怎么做 一切都是交给中央 来规定 这个治安是中央统策 那要求地方政府要的潜力配合 那我要问一下 就您如果未来做一个参选人 无论您选的是什么职务 您会使用抖音吗 会还是不会 目前我没有这样的想法 所以您不会使用抖音 作为平台 目前没有这样想法 谢谢 我也希望市长可以承诺 因为我这边要严重的来疾呼 其实抖音真的不是一般的私人公司 第一个它会收集大量的数据 包括你使用的内容 你分享的内容 你的联络人清单 你的姓名 email 照片 甚至在2021年 这个抖音开始改变它的隐私政策 它会收集你的人脸 指纹以及声音辨识 所以市长 如果你要使用抖音 这个千万是千万不可 那另外 第二个原因是因为 抖音平台 它会利用它的演算法 它会让你得到 它想让你知道的讯息 举例而言 假如中共 它想要让郭台铭来选中华民国总统 它就会再利用抖音这个平台 让使用抖音的台湾的民众 都划到跟郭台铭有关 而且对他有利的影片 原因第三个 因为抖音 它的母公司就在北京 依照现在中国的国家情报法 数据安全法 以及最新修订的反间谍法 这些中共都可以 这个监控并且利用 抖音的数据资料 以及它的演算法 也因此 我要报告市长 这个是一个严肃的问题 您未来 这个可能是有更高的高度的领导人 其实真的要正视 因为国际上 2020年6月 印度就已经全面禁止使用抖音 在去年的年底 美国国会更是立法禁止联邦政府机构 使用抖音 我们看到 国际上各个国家 还有非常多的领导人 都站出来 几乎要严正的来看待抖音 对于人权 对于国家安全的威胁 但我非常可惜 我们新北市政府 竟然堂而皇之 让中共的这样子势力入侵 而且还后知后觉 没有这回事啊 我特别爱是跟议员 表达我们对抖音 我们在公务上还是都没有使用 市长刚才讲到一半 我们一定严肃面对抖音这个问题 所以一切按照我们中央的法令 是好 不准用抖音就是不准用抖音 所以一定特别在三的会听闻大家 谢谢市长 好 讲到这个资安 讲到国安的问题 我有最后一张这个投影片 请 市长 请问这些人 您知道他们是谁吗 我大概认识一个吧 好 您大概认识哪一个 习近平当然认识啊 不是我认识啊 是看影片认识啊 知道知道 看影片 看抖音吗 不是看抖音啦 不是 每天我们台湾的媒体都会报导啊 是 好 那我想请问一下 您知道这七位是来自什么样单位吗 这个七位应该是什么政治局常委吧 我不是啊 这七位是政治局常委 没有错 那我想问一下 这个市长知道当中习近平 您知道中共对台的工作领导小组的组长是谁 我现在我只知道国台办 就是习近平 好 那另外这七个人当中 我认为还有一个人 这个市长你应该要知道了 这个 王沪宁 王沪宁 是其中哪一位 下面中正那个吧 好 那您知道他的工作是 也应该是对台工作吧 没有错 好 市长终于回神了 他就是中共堆腿工作领导小组的副组长 好 谢谢市长 我要特别讲到王沪宁是为什么 王沪宁在今年三月份的时候说 他希望各民主党派要做中共的好帮手 从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 都要做中共的好参谋好帮手 以及好同事 我刚才看到市政府的资安的掌控 以及对于国安从反这个间谍法 到这个相关的这个刚才的质询内容 就连行动都不敢展开 就连QR Call都不敢扫 你们没有一个人扫QR Call 市长 我不需要说 你们在附路交流 没有设防 新北的资安也没有设限 采取行动也完全不展开 我这边要呼吁侯市长 请侯市长不要做中共的好帮手 谢谢 我们躲约一切按照中央 严格禁止 我们公务单位使用 这样的请议员放心 谢谢 市长 我们接下来我们这个小组 要跟你讨论废弃物到全台的问题 市长你把整顿五谷垃圾山当作你未来四 你过去四年最大的政绩 可是这是一场世纪大骗局 我收到很多来自中南部的陈情 我们新北的垃圾都往中南部送 我们美丽干净的新北市 是别人帮你换来的 其实痛苦都由中南部的民众来承担 这不是改变的勇气 这是你欺骗的勇气 市长你只是把垃圾丢到邻居的家门口啊 你根本没有解决问题 请问一下原本五谷垃圾山 现地有170公顷的废弃物 去到哪里了 没有这一回事啊 我特别请环保局说明 刚刚可能一言误会了 市长你应该要知道这件事啊 你说这是你的最大震机耶 没有您讲的那样一回事 我相信请环保局说明 跟议员报告 五谷垃圾的整顿 是把一些被公有地给占用这些 伪装工厂给拆除 原本议员提到170公顷以下 这边去做执行 我们现在只是先出入 把我们的这个被占用部分 有高负然的部分来讲 去把它给做一个衣服 那所以你就是做假的嘛 这个五谷垃圾其实没完成啊 没有刚刚讲得很清楚吧 市长 我们当时有辅导 说要就地合法的 我们可以来给他辅导 我们是军队严重的 我们才会要他搬迁 所以目前我们五谷垃圾 整个是这样的 没有没有一堆都搬迁了 你说的就地合法就是就地掩埋 所以严重的就把它整个搬走嘛 那还好的就埋起来嘛 对不对市长 所以其实问题还是没解决嘛 来市长我问你 因为我建议说 你可能到现场去看会比较清楚 你可能到现场去看过 市长你先安静一下 市长你没有到五谷垃圾站看吧 我当然有啊 我是议员 我全部的新北市我都有去 因为你本的垃圾站到现在下绿地的状况 你可能现场看的时候才明确知道说 那个垃圾跑去哪里了 原来上来讲我们是就现地的部分 把污垃圾的部分把它移除 那原来上来 市长你移去哪里了 市长你有没有追踪 我讲的移除是针对于 有一些不愿意阻挡的藏商的部分 因为你之前有一个新闻长 你也曾经有写过 你说要移除这些垃圾要花上百亿 可是市府我们没有这么多的钱 来用上百亿来帮忙搬除这些垃圾嘛 那是垃圾山本身的垃圾 不是那个上面的那些工厂啦 不是 没有啦 同样啦 你还是要处理嘛 事长 我要跟你讨论 市长 我要跟你讨论 市长可以先让我问市长吗 市长 我要跟你回答嘛 这不一样嘛 这不一样嘛 这一样嘛 都是 都在处理嘛 以下的垃圾山就是 你可以让我讲吗 好 你说 局长 你不要再讲话了 好不好 来 市长 我问你 不止五谷垃圾山 其实新北市也是 营建废弃物 产出最多的县市 我们全台22都 我们新北市是最多的 那我们目前新北有多少业者 可以处理这些垃圾 目前新北市辅导之后 45家业者 他可以处理150万公吨 一年 所以他们都是合法的业者吗 所以他们都是合法的业者吗 没错 议员 我想说您该 可能贵人多忘事 当初在109年的5月25号的时候 我们针对于SARS战场 议员的印象 我也陪你一起开协调会 对 没错 我从来没有忘记 对 所以这些业者来讲 所以局长把你的话吞回去 对 所以议员 我非常关心现在的垃圾 市长你垃圾大战之后 你让全台湾的民众 都感受到垃圾处理费的上涨 民生的痛苦 从民众的钱拿出来 不管你是小工厂 你要装潢 或者是你开店要装潢 你要买房子要装潢 因为你的信息可能错误了 大家都感受到痛苦 你刚才提到 福岛之后 我们才会有150万公共的部分 议员 我给你报告一下 好 你说 那个柠檬店 我也知道你也很关心 对 环保姿也处理得很好 所以柠檬店都给他辅导 都让他能够有安顿 我们都 继续 我给柠檬店的业哲也被过面了 你要确定合法的真的是45家喔 不要我明天来打你的脸喔 我们45家 全部已经符合废弃物清理法 因为这个都是我们跟中央报准的 这个中央也同意了 那是报准 不是合法 那只是在暂行条例之下 你暂时让他拥有合法的身份 不是真正的合法 所以市长你看你在打迷糊仗嘛 你又在骗社会大众了 一个没有合法的东西 你又要说它是暂时合法 你要清除废弃物来讲 一年又一天 一年又一年嘛 我从上次垃圾大战2019年 问你问到现在是四年啊 你这种合法的没有几家啊 市长 我们现在45家不然来讲 就刚才提到的 我们它的流向 它的场地 它CCTV 它整个车辆装GPS 完全控管 所以150万吨的流向 我们非常清楚 那是暂行 暂行 局长 咱妈中 它不需要即时申报 合法的才要 所以 议员提到了 我们现在特别把它纳短 变成即时申报了 所以你不会即时掌握嘛 是纸上文书嘛 纸上文书嘛 没有 这样子啦 所以你才没有办法掌握流量啊 才一直往外线市去嘛 也不是这样子 去到中南部嘛 也不是这样子 台六十一线 市长你有没有去看过 台六十一线沿线 全部的余温 农田 道路 树林 只要是没有人的地方 全部都倒满垃圾 哪里来的 新北市来的 新北市来的垃圾就多少市长 有多少证据要说多少话 好 你先不要讲话市长 议员 我们现在针对于 查获外线市过来的废弃物的时候 我们都会通知当地的地方政府 要他们把191的把育回去 目前新北市你提到的 不管是那几个县市来讲 其实跟事实不一样 局长讲的叫做黑蝙蝠专案嘛 你们查的是 新北市境内 偷偷到在新北市境内的这些状况 也就是说新北市的案子 偷到在新北市的山里 海里 水里 或是外线市来到新北市 你只处理新北市的境内 你没有处理新北市的境内 你没有处理新北市的境内 和新北市偷偷跑出去外线市 倒垃圾的这一些车辆 你是不会管的 你只至少门前选 新北市漂亮 外线市很丑 这个跟外界是没关系 这是我的质询时间 你可以 不是 我没有解释 我要告诉你真实的一个现况 告诉你真实的事实 我讲的就是真实的现况 没有 我刚才提到多少证据说多少话 来 我刚刚该讲的都讲给你听了 你没有合法 暂行条例嘛 但是我不要再跟你胡扯 这些东西 跟议员报告 来 市长我问你 新北的营建 你先让我讲完 新北的营建废土也是最多的 你知道新北开了很多案子在做建设嘛 挖了很多土方 那有多少业者可以处理这些土方呢 那土方有土方的管理啊 对啊 公局有公局的管理的方式啊 有多少呢 那我们公益局把那个 湘西的事据报告一下 是 我们本市就有16家的土资厂 是 它的年处理量可以达到770 那都是合法的吗 都是合法的 那么我们 那不合法的呢 每年出土量650万 其实上是可以满足它的出土的去处 另外 台北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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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北港也开始要收容我们的 我觉得很奇怪 来 局长谢谢我已经知道了 来 市长 我有听到 我只是说他讲的是错的 明天我会打点他 来市长 全台现在只剩新北市没有订定自治条例 只有新北还在用管理要点 是 你用最低的行政阶位 位阶 行政法律的行政位阶去订定 我们的杀石管理 我们的废弃物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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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市长 你不是在新北12年了吗 你就说人家新北好久了 没有自治条例 已经换议会了 我法规委员 我根本没有看见 所以市长 不要再骗人了 为什么全部的县市都有自治条例 只有你没有 工具已经送进到议会来了 还没开啊 不是啦我跟你说嘛 你隔了12年都没有弄啊 为什么 因为你只有这个管理要点 你只需要祭典嘛 你对他祭典嘛 进行一些 限期改善嘛 你没有罚还啊 他又不会怕 他不痛不痒嘛 你是为了替不肖业者放水吗 市长 现在新北市处理这个事情 一直是用交配管理处罚车力 去管理车辆的问题 被处理的是车手 是运送的人 你没有处理背后的土资场 你没有处理背后的那些 你会坏业什么 没有市长 你没有 北费南送的问题真的很严重 市长 我随便跟你讲两件 去年十月 章话地检署就有抓到一个 气到废土的问题 那个土资场跟运输车队 都登记在板桥 实际在林口运作 去年的十月 也有一个来自新北五谷的案子 那台南去年就抓了117件 所以市长 南部的垃圾都来自我们新北 我们也查到很多南部上来的 我们也查到了 外界跟说我们管理不利 新北市超级丢脸的 我们也查到南部上来的 我们都有查到啊 市长 外县市的业者都说 鼻子都会互相通报 你们把垃圾都丢在中南部 他们中南部的垃圾无法出来 现在目前各县市的环保团队是相互合作 只要查到对方的话 我们就跟对方的县市律所说明 要求他运回去 冷静 所以这个东西其实是现实的状况 市长 我要跟你说 你现在是新北市长 你当然可以把垃圾丢到外县市去 至少门前选 可是你未来是要选总统的 你的垃圾不可能丢到海里 丢到外太空嘛 对不对 所以你还是要解决这个问题嘛 对不对 你新北市 你可不可以承诺 限期改善 不要让中南部的民众受害 可以吗 我们都有互相联系机制 市长 你是嘉义人 你的家乡 也在你治理的新北市荼毒 你这样连一个垃圾都管不好 你要跟我说你可以处理国阵 因为你应该是肯定我们 对于我们新北市环境的一个 稀查的努力 来市长你可以承诺要改善吗 真的吗 还是你可以跟中南部的民众道歉 我要特别跟议员报告 我们在整个营建 废弃物分裂处理 荣获全国金环奖殊荣 市长不要再跟我讲什么 三冠王啊 几冠王啊 这中央表扬的也是最重要的 民众的感觉才是最重要的 这也不是我自己评工的照片 是中央公开表扬的啊 可怕的垃圾在中南部的余温农田堆积 破坏我们的武器 太超市圈了 市长你看你的从五谷下绿地 这个地方出发 一直往南部去 去让苗栗去到台中 市长通话去到云民 家义的台南受害者都在这里 市长 你要你讲那个不是事实 我们要继续让咨询小组来继续来跟你讨论 不是我一定跟你讲破事实 垃圾的问题很严重 请你好好处理 不然你没有资格来选台湾的总统 谢谢 我们前台都有串联合作机制 一人你刚刚讲的五谷垃圾和垃圾到前台 这个我火热 那个请局长先回座好不好 请各位那个主管先回座 简报放一下 刚市长跟局长都说 这个不是事实 那你们也说都有追踪 都有这个管理 虽然不管现在草案 还是不是在议会 那我觉得有个很重点 法制局 比较难得有机会 来下一页 五谷垃圾山改善事办计划 就是五谷下立地的这个计划 是从108年9月1号开始实施 这个数据是什么 这个数据废弃物清理法判决书 从108年开始 29件31件 从你们这么中 开始违法化 开始清运清除之后 110年981件 110年1049件 你们查得非常的好 查得非常的好 因为他们都没有地方可以去 判决书上会出现是新北市的 只有两种状况 行为地在新北市 行为人是新北市的人 我们对照过了 中部 南部的地方法院判决的数量 都是我们的零头 都是我们的零头 所以 所以我认为 可能这个 市长是学法律的 法律局长在这边 我的意见 如果作物可以更正我 但是在数据上很明显的显示就是 在新北市发生的 或是在新北市 是行为人 在新北市 户籍在新北市的 新北地方法院判决 远超过 中南部所有的县市 这些 违反废清法的判决 不是在省中的 是判决 也就是有人乱到垃圾 跟新北市的关系非常的大 跟什么 关系非常大 跟五谷下绿地 跟五谷垃圾山 关系非常的大 因为 中间这些 四十五家业者 我不确定了 在去年 2022年底 的 十月份的时候 根据环保局提供的资料 那时候说是三十家 五家合法了 到现在大概经历十个月的时间 是不是一下增加到四十五家 我不知道 今年度 一百十二年 判决还没出来 因为通常年底会大出清 今年会不会创新高 我也不知道 我们年底还有机会 在相见的时候 我们再重新检视一次 这个数据 到底 五谷下绿地 我们的五谷垃圾山 转身 华力转身成下绿地之后 这些垃圾 全台湾最大的 银间飞汽物的来源 我们温子俊 我想 有很大的这个责任 我们也有义务去处理这个问题 谢谢議員 所以刚刚伟山也提到 非常重要的一个 这个情形 市长 如果你真的要再攻大位的话 这个问题真的是 我们没办法丢到外太空 我们也不能拿到对岸去清道吧 全部都在台湾 这些都是你要照顾的 中华民国的人民 结果来源是新北市 不是这样子 我跟议员普通说明 议员提到两个关键 第一个稽查部分来讲 因为我们推动黑蝙蝠 以及我们的重案组 所以针对于辖区之内 跟议员报告 我们里面发生的是 包括其他县市来新北市 偷到被我们抓到的 都是属在地的部分来讲 所以目前我们来讲 居长 居长我们了解 这个我们了解 但是 但是为什么会 在这个 这么短短的年度内 有这么巨大的差异 我想 这个是非常巨大的差异 议员报告 所以我们108年10月 我们成立了 环境计查重案组 我们跟地检署 跟我们的市调处合作 你判决刚刚有一段时间 因为判决有时候 当然会一段时间 但是 因为里面很多是检疫判决 因为里面的内容 都很简单 所以其实费清法的内容 也很单纯的 它可以很快的 在短时间内去处理 当然我们知道 判决都需要时间 但是为什么就这么巧 因为本来 你们自己的新闻稿 今天早上也提到了 所有垃圾处理 从集中到分类 到清云就处理 中间就是因为 我们为了处理五股垃圾 过去 它能够做战志 可以做分类的功能 一瞬间完全丧失了之后 开始往全台湾各地流窜 产生的下场就是这样子啊 市场是铁碗的人 你是个铁汉 你是个硬汉 你铁碗处理的下场 就是让我们的环保 事物 该处理的中间断了链 断了链之后 发生这个问题 当然鸡查没有问题啊 但是我认为 为什么 前一夜 市府放火烧 没关系啦 今天为什么我这么 讲这件事情 会觉得这么不高兴 只有一个原因 焚化炉 只有 市政府有 不会有吃人的东西 这是很明确的 不许百姓做回收 今天大家做回收 本来好好的做 虽然是违法障态 你不得已 为了你的政绩 你去辅导业者 除此之外 刚刚我们提到 所有的这些 这个做银件废弃物的 或做巨大 巨大家具 装潢的业者 后面全部都要交 焚化炉 一直涨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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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哀哀叫 環保局的说法是什么 局长 是 涨价的原因是什么 是 跟议员报告 另外一部分 议员长的关键 基查手段 那是我们棒子 局长 我问你一个问题 涨价的原因是什么 涨价的原因 跟议员报告 其实不是什么涨价 现在目前来讲 已经没有涨价的情形 现在其实中央在推动 过去那段时间 涨价的原因是什么 它不是涨价 就是我们提到了 它本来以前是非法的部分 以前非法价格就很低 现在当然回到正统 正轨之后 所以涨价是零所当然的 不是 议员报告 目前我们有统计过 基隆 台北 新北 桃园 我们从这三年来的 这个价格完全是一样的 所以绝对不是因为 一个县市 现在价格一样 根据我们这边 得到的反应 都是价格一样的原因 是因为 反正高到大家也不想收 也做不了 我为什么要讲这个的原因 是因为 以前 環保局都跟我们讲 这叫市场机制 可是市场机制是什么 市场是念要先有市场 你要到处都有焚化炉 你要到处都有人处理 没有 焚化炉掌握在市政府的手中 市政府收或不收 才会决定价格 不是民间的业者决定价格 绝对是各县市政府 就像您刚刚提到的 北北基陶 所有焚化炉的人 都有的县市政府 决定价格 不是这些民间 只有车子的业者 在决定价格 它有一个战志场 以前有战志场可以决定价格 现在也没有 好不容易战行条例回来之后 价格才稳定了 但是这个问题有解决吗 还是没有解决 我相信 刚刚伟山议员提到的 我们的战行 我们的要点 今年开始有机会 变成草案 变成知识条例的时候 我希望这个能够推动 好不好 议员你刚才提到的 议员你刚才提到的 普通简单说明一下 你刚才提到的 相关的回缩部分来讲 其实就我们现在的 这个体制里面来看的话 其实我们现在量能 150万吨 已经做错有余 处理我们新北市这边所产生的 市长 指导议员好 要质询前 刚刚看到一个新闻 就像终结意外 那台北市也派 这等一下 终结意外 台北市也派了支援 像大陆工程队 过去 因为当时台中捷运 跟台北市捷运局有关系 那我们未来 我相信我们新北的捷运局 未来应该 要更加的去注意 这种公安意外 当然当然 因为我们已经了解那个案子 是 跟我们现在在盖的捷运 也要提醒他们 不要类似事情发生 是 谢谢议员的提醒 对这个部分我们要警惕 别人发生的事情 应该的应该的 如果可以我们有能力 去支援的时候 有看到这个新闻 有办法乘客做清商 我们还是要听全地去支援以外 那如果未来 好 这种类似的公安事件 不希望在新北市发生 好 好 谢谢议员的提醒 那请问市长 那个郭台铭 说演唱会经济 高雄不需要 我想 这个问你 你可能会跟我回答说 别人讲的东西 你不想评论 是吗 没有 任何带动 我还没讲 你要把我讲也可以 来来来 希望市长 没有啦 任何一个方式 休闲娱乐 能够带动经济产业 都是很棒的 包括运动也可以带动 所以你支持 像这种大型的演唱会 像如果国际天团来 像现在corporate 要来高雄 11月又要过来了 那之前 但是也要 考虑说 有时候收门票收很贵 也要有民众的感受 我们是尽量办那个活动 民众的感受 我相信大部分 都还是支持 如果办活动 能够让价钱很便宜 或是免收会 让民众都参与 都分享 我觉得这个会 比较好一点 好 所以新北市像办 河南应业祭啦 那我相信 市长 市长 你很重视年轻人 那我想看一下 您知不知道 来 下一个 这个是谁 我相信 这很简单吧 韩国的什么 韩国的谁 算了 四个来 帮忙回答好了 白品 白品 我还不太清楚 好 因为这个都长得一模一样 这个很简单啊 这个里面长得一模一样 对 看都一样啊 长得都一样 我看都差不多啊 都很漂亮啊 这里面也有泰国 泰国的成员 那也有韩国的成员 因为我看都长得很漂亮 都一样 好 这个白品 因为有时候 我没有注意到 长相是怎么样 看都很漂亮啊 好 那你知道他来高雄 带动了九万多人 然后去到高雄的私运主藏馆 然后也带动了地方的经济 认同吗 如果带动地方经济 我是不是成员报道的 我们要了解 不过 不过 司长 原来愿意来唱 也收会的话 我们助理很认真的去统计了一下 来下一页 近几年来 有一些国际的天团 BTS Coplet 还有火星人 贵品 五月天 张惠妹 蔡依林 江惠等等 都超过一万人以上的演唱会 我们去统计六都直辖市 所有都是在台北高雄 跳过了新北市 没有啦 我特别讲一下 4月1号 来 刚来台湾 就是来新北市 来几星演唱会 有啦 我们也有啦 这个 这个另外还有 哪里新北哪里 五股工商那个展览馆 五股工商 有啦 什么时候 你都没在帮我注意 我找不到这个资料 你都没帮我注意 还有 还有 还有一个 AOMG 2023 那你要讲五股工商来 我们挑五股工商那一页 五股工商最近一个国际知名艺人 谁要来你知道吗 这新闻标题喔 好棒 称赞 我们新北市长 可能市长不认识他是谁嘛 那是不是有各位同仁 谁可以帮忙带打一下 新北市 对啊 你看我们年轻人都这么重视 这个我们肯定市长的得正 新北市 8月有三天都要带五股耶 好棒 国际知名艺人 本来我们今天的桥段是要送一张 这个参观的入场券给市长 但是因为6月1号才开卖 所以不好意思我们市长 如果有机会 您还是站在这边质询的话 我们就送一张成人票 给市长 一起来带动我们新北的经济 我特别跟议员说明一下 我们 好再跳回去 二月五号也有一个 韩国的西亚音乐团会来的 好啦我现在讲的是上万人的演唱会 来我先指一下嘛 原来很多吧 好不好 像这种上万人的演唱会 国际的天团 国际的巨星 都来到台北市 台北大巨蛋有五万九千多人 那高雄市也有五万五千人的场地 这个资讯我想应该没有错啦 我们新北的确 在这个有场馆的部分 的确很缺乏 所以也没办法办活动 只要是一些国际 所以那些国际天团来都跳过我们新北市的 都跑去其他外线市 没有错啊 我们用开放式的 大家有便宜 大家可以享受 不一定要知名人士啊 那我也统计了一下 那接下来一些国际知名艺人 或是一些知名的歌星要办的演唱会 都跳过我们新北 那也有可能是新北没有场地 也有可能是我们根本没有去邀请人家 这个大派都是收门票的啦 新北办齁 免费 又人来坐 免费又人来坐 又能带动经济 你说是最好圣乐园 一天出三四千人去玩 也不要花钱 大家都很开心 市长 你从副市长到市长 12年了 你有规划过一个任何的一个场馆吗 新北市超过万能的活动 可以聚集的地方 在哪里 台北市柯文哲 我再怎么骂他 人家出来的来上业 出来的还是有不断的 有五万人的场地 又像现在流行音乐中心也快好了 流行音乐中心五千人 对啊 不管如何人家都一直有在成长 那你说大臣小国 你说要跟国际接轨 可是我看不到你有 像要带台新北市起飞 我看不到我们新北市要怎么跟国际接轨 因为我们的姐妹是比人家少以外 我们也没有一个可以跟国际对话的场地 我不只是讲演唱会 如果一些国际十大交响月来的时候怎么办 我们有没有场地 也没有 好OK 来麻烦下一页 再下一页 等一下 我们看到之前在2017年 郑文山市长也曾经去邀请英国的知名天团库丸 这个都是市政府主动去邀请国际天团来展演 就像你刚刚说的 他可以在广场那边给大家一起来看 新北市 广场 新北大都 有做过什么 有做过什么 我网路上Google看不到啊 我只看到外线市有啊 文化局办过啊 那你现在马上提供给我来 各位居住 文化局拿给你 我们网路找就是没有啊 因为你要把总咨询提前到现在来 我只好直接问你啊 不然业务咨询早就可以问了嘛 为什么不提供给我资料呢 所以文化局有办过大型的音乐会 音乐会几多少人 然后有什么知名天团嘛 你有中式年轻的嘛 所以你业务咨询跳过去了嘛 没有让我们看业务咨询的资料 然后直接跳总咨询 所以才有这种落差嘛 因为我们真的要办摩洞啊 好 下一页 那根据这些新闻相关媒体的报导 文化部也好 或是像高雄他们称说 有这些演唱会一定有他的效益 我相信来这边住一晚 不只是住宿房间满 提同时夜市或是地方的小吃经济 还有地方的文创等等相关周边产业 都会有受益都会有提升 只要去到那边住个一晚 相同的都一定周遭的都会拉大 就算我们办那个万生节一样嘛 对 满满都是人 满满都是人 但是你要想啊 每次都在板桥 我也提议过 是不是可以移到别的区域啊 为什么一定要在板桥 办欢乐夜旦城 你有没有可能办到细子 有没有可能办到三重 对不对 新装 这个也是可以考虑啊 为什么这么考虑 要看那个场地 能不能适合办啊 好好好 我只是要告诉市长 你12年来完全没有规划过任何一个大型的场地 然后没有邀请过任何一个知名的歌星 我们在地的新北市的艺人 也没有办法在我们新北市的场地 在这边唱歌给大家听 对我们情何以堪 因为你从来没有规划 好 再来 我不只讲演唱会 九十浪 有没有听过 这个龚崎俊的音乐 都是他配乐的 还有像什么北野舞大林宣宴等等 这个是超维基的啦 维基上面写的 不是我自己编的 九十浪 来到台湾演奏的次数 台北居多 那新北还是零 好 下一页 全球十大交响乐团 来台记录 这总够公信力了吧 新北完全没有像样的场地以外 大部分还是去台北国家音乐厅 还有魏武云 这个部分我也没有侮赖 没有侮赖你 这个的确 我们新北市艺文展览 场地缺乏以外 像这种交响乐团来 我们没有适合场地 金钟奖金像奖等等 完全没有 完全利落 好 下一页 OK 这个在2015年的时候 贵党也有议员开记者会说 议文团体 说借不到室内场地 好 以上种种证明 是要告诉市长 我们议文硬体社会 要盖一个大场馆就对了 不是要盖大场馆 你有沒有努力过 至少你也没有去争取过 相关的民心 相关的天团来到台湾 促进新北的经济 活络新北的经济 没有做啊 完全没有嘛 要吸引人到一个场地 来听音乐 当然有名牌的 大牌的 没有 交响乐也可以啊 因为我们 其实我们自己办了很多的 河海音乐剂也好 很多的绿色音乐剂也好 我们办了很多 这些都是市民 大家一起来 独立夜团的 在办的过程当中 也吸引了很多人 来听 市长 也可以在野餐来听 我跟你讲 可是我看不到啊 那你不用钱啊 那你都没有在关心啊 我有在关心啊 你有在关心啊 你没有在关心啊 十几万人来唱 你也没有给你看一下 独立夜团 停停停 你要跟国际接轨 那你有没有找过国际 有名之名的艺人 来到台湾 一年一亿 一千九百亿的预算 都给你去规划 我们培养自己的本土的独立夜团 那我们完全对文化的 场馆的硬体设施 完全没有任何的规划 这十二年了耶 你 你 你有没有规划过 一个大型的场馆 我要跟你这样讲啦 我要跟你这样讲啦 我们培养自己本土的 你说独立夜团 我如果有这边交响乐 我们台北都叫我长榮 大家都有一些分享 我们的新北市的医院厅 我们自己在市政府的 也经常有办活动啊 所以也欢迎大家一起来分享 所以 现在跟你讲 当然要盖一个大型的场馆 市长我刚刚讲的都是市政 没错吧 我一直在跟你讲说 这个我们没有做 做不到 那十二年给你了 那你也没有做到任何一个 未来 都不是会盖一个五千个 在林口影视园区 我不是在这里要求你盖 马上找一个地方 然后去花一大便 但是你有没有这个决心去邀请过 人家陈其迈最近 马上新闻就出来 去邀请 像布雷拼 又要再来台湾一次 有可能去新竹 有可能去高雄 都有可能会再过来 我们新北有没有可能找到 大型的户外场地 也好 就找一个地方出来啊 那你那么重视年轻人 那你是不是可以借这个机会 对不对 那我们看到五谷公共庄长远馆 不是在办特卖会 不然就是办成人长 我也肯定你啊 我们要邀请我们自己本土 这蛮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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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蛮 几次都每年都肯定 就是在板牆 你们在站所也办啊 在山巢也办啊 都有在办啊 哦 有希望齁 你会改善好 因为奕文 奕文 我觉得你对奕文这一块 你就一直局限在 只是 我是培养本土 那没有办法去看到长远的规划 我们看不到你有一些长远的未来 不管在 交响乐团 或是以后有什么金像奖 金钟奖等等 把他移来新北半 我没有在争取 所以我们才有 国家电影文化 这个在我们新北市落脚 在新庄啊 所以希望把金钟奖 到这里办 你能不能承诺说未来 你会对年轻人这一块 如果是音乐也好 或是交响乐团也好 未来可不可以再加强 就是不管是 你没有场地 我也不为难你 那你要去 努力去争取吧 我们大家一起加油 一起来争取 那你要去争取啊 不然我今天在这边跟你讲很多了 我也知道你很关心 我没有叫你盖一栋新的大场馆啊 我只是叫你要努力去争取啊 可以吗 好我们大家一起加油 好不好 市长我继续延续一下 刚才这个景豪议员这个议题啦 确实这个流行文化 这件事情在新北 真的是非常的不被受重视 刚才市长有说 就算没有大型的场馆 没有适合的场地 那还是有很多可以办音乐祭 但我们也看到共聊音乐祭却停办 好 我们转型啦 我们再转型 好 那转成什么型呢 那我们请管理局 好 好 没关系 这个跟他表现 虽然一个耍嘴皮 却也凸显您没有能力 谢谢 所以说这个新北办的这个流行文化 谁新北办的这个流行文化 我先来统计一下 为什么我会这么说 市长我们都是有评有据 蔡依林从2019年到2023年 全台办了23场演唱会 新北临场 五月天也一样 2017到2023全台办了68场 哇 也是新北就是临场 好 所以 市长 您这个在新北已经13年的时间 我们发现 到现在 连一个合适的场馆 您都还在寻找中 好 这个接下来 那我想先请问一下 市长 这个下一页 请问您可以说明一下文化五息吗 市长您答不出来 没关系我跟你说明 这是您自己提的文化政策 你讲那个文化政策 五息的政策 您忘记了 可见您有多不重视 这个市长您在2022年 不是很久以前 就在去年 您提出了文化五息 倒五息你的记录 我想一想 好像是一个国际性的一个 文化推广跟表演 倒五息 哪五息 我觉得好像是一个文化创意 文化行销 以及文化这个培议 还有 文化局长 来 你来回答 文化五息 哪五息 因为培议的人才 一个是推广 一个是活动 市长 谢谢 没关系 来 我现在给局长说明 倒五息 文化创意文化 这个你们在2022年 你们的市政会议报告当中写的 这都不是我的 我跟您报告 您提的文化五息 第一个是 Cultural文化 第二个叫Creativity 叫创意 第三个叫做Care 关怀 还有Collaboration 合作以及Core 合作 您贵人多忘事 但没有想到 连文化五息 您自己提出来的文化政策方向 您都不记得 刚才提醒你 文化五息的内容 竟然错误百出 没有啊 错译也是这样子啊 市长 您如果说您非常重视文化的政策 下一页 请问成年礼金新北 准备好了没 市长 您知道什么叫成年礼金吗 文化的成年礼金 18到22岁的那个部分 那个文化 文化部有针对这个部分 市长 不好意思 局长 您答得坑坑巴巴 我还是不要劳烦您好了 我跟市长说明 这个是文化部最新推出的文化这个政策 他要给18到21岁的青年朋友 每个人可以领有1200点的文化礼金 这些在新北市总共15万的青年可以受贿 这个从今年的6月6号就开始可以领取了 所以我们刚刚文化机长讲的没有错啊 可以去看国片 可以去看展览 看演出 订报章杂志 而且还可以去独立书店买书 你的礼金还可以加码哦 那我要问是新北准备好了没 应该是这样讲 新北这边其实有一些文化活动是免费提供给民众的 所以这一块并 应该是 所以你们觉得这跟新北没有关系 你们新北没有好的文化场馆 不管是我们展览的会馆 甚至我们独立书店 都可以收益 你们既然说这些文化礼金 更新北市没有关系 我说明一下 这个不一定是看领唱会用啦 文化礼金不一定是看领唱会用嘛 我们很多的场馆 可以用文化礼金来做搭配嘛 是啊 对我刚才有问嘛 准备好了没 文化局长是一脸状况外啊 无管理人都可以用文化礼金来做搭配嘛 是啊 所以我们这些文化活动的消费 也可以用文化礼金去消费嘛 但是感谢市长现在醒过来了 趕快 如果趕快把这些 不是醒过来 因为文化礼金还没下来嘛 但我们要做准备就对了啦 6月6号 6月6号就要开始了 好 来 但我必须要说 这个市长到现在 我们在讨论这些文化议题 你的答询 其实真的 我觉得 真的我不是很 觉得不是不是及格啦 真的没有办法说 给你一个很漂亮的分数 因为新北市虽然没有大型餐馆 但是我们经常办户外的演唱会 但市长我也必须要说 有一些政策 当然 成绩不是看我们现在的咨询 对不对 我们要看我们过去做哪些工作 来 市长 下一页 您知道我们新北市 有没有影视的补助办法 我就跟你说了 我们新北市 没有 起码有 我们新北市 起码有拍纪录片 或者广告 学校的广告 校园广告 校园广告 这个我们都一直推广了13年的纪录片 对 但是我们这13年来 呃 我们的这个摄影团 我们有协拍中心 来进驻城市 我们没有提供任何的补助 市长 我们有协拍中心帮忙 这我没有要污蔑 这个是我把 局长 我还在讲话 谢谢 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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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在说话 请你尊重我 谢谢 导演的支持是非常不遗于力 好 你说你说 主席现在是什么 那个 其他几位同仁 如果没有请你们上来 可不可以 等一下 好不好 但又要问到的是 我都已经说 你们如果站在这边 我就没有意见了 好不好 那我还是我要说话 拜托不要唱好不好 好 可以吗 好 谢谢 这个我们也没有说 这是完全这个公开的资料 我们看到六都当中 其他的五都 都对于影视产业 有提供摄影团队的补助 甚至还有住宿的补贴业 我要报告市长 这个其实过去新北市是有的 这过去朱立伦时代 是有我们影视补助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们现在 每一个其他都都在抢影视团队 希望邀请这些好的摄影伙伴 这些制作人 来新北 来其他城市来创作 带出城市的美好 独缺新北市 好我们下一案 报告市长 我们光是去年度的艺文活动 从视觉艺术设计 古典及传统音乐 刚才提到的流行音乐 更不要说戏剧类 去年我们艺文活动数 都是六都最后一名 唯独舞蹈 好一点点 那各有擅长啊 比台中好一场 好 各有擅长 但我看不出来 新北市擅长哪一项 因为每一个都是吊车尾哦 好 再下一案 再下一页 所以市长 我必须要在这边 透过总质询来跟 告诉你 我们的文教力 在整整八年的期间 过去您做副市长 以及到您现在做市长 都是敬陪莫座 呃 唯一比较有一点点可以拿出来说 大概是朱立文当市长的时期 好 勉强维持在第五名 但从您做市长 所有的这个任期 在天下杂志 幸福城市的调查当中 我们的文教力 都是 最后一名 没有关心 对我们新北市 比较刺客 这个文教研 这个文化还有教育 别人的调查都不公平 都对新北市 比较 真的对新北市比较不公平 比较不公平 以后大家都支持新北市 真的我们一起来努力 谢谢 我们希望一起支持新北市 希望我们明年 让市长可以继续带领我们的文教力 起码爬到第五名 好 市长 您在大城小国这本书当中 我有看 我真的有看 我还有做记号 好 所以不是你有在进修 我也有在进修 谢谢 你这本书第二十二有提到 您从担任副市长之后 脑中就开始勾了这个城市的新的面貌 但不好意思 从以上的说明 我们看到 这就是您十三年来 对这座城市文化教育的努力 六都 最后一 其实我要特别跟议员说明 这里面很多的计算的公司跟计算的基础 对我们新北市是不公平的 好 那我了解 我们也没有表示任何意见 但是 就算我们大家 但我们是不是还是需要再继续加油 但我们还是需要努力 不管就是你拿第一名的事要努力 所以我是希望市长可以专心市政 我们大家第一名都要努力 新北市真的还有很多 我们需要进步的地方 希望市长 您不要忘记新北市 那当然 您有责任在身 这样子 文教力真的还有非常多要进步的空间 拜托您 继续待在新北市 好好做好 不要做不好 就想要挑战大卫 所以市长 我必须要做一个结论 请让我做一个结论 我们看到郭台铭董事长 在高雄是指高气昂说大话 但我却反观我们新北市 我们的侯市长 没有能力拖垮新北的文教力 不会啦 我们新北的教育 都是排马路在最前面 我们也联系 有一百项是全国第一的教育 来市长继续问你文化题 继续给你文化考试 来市长 新北的北美馆开幕 是你的总统毕业展吗 北美馆从而在当副市长 就开始计划新建到现在啊 可是问题是现在园区的工程 你的主场馆根本还没有完成啊 你为什么急着要开幕呢 有那么猴急吗 我没有急着要开幕啊 如果要急着开幕不是这样的啊 我们一步一步啊 你的园区前已经在办活动了嘛 你的这个开幕是要让民众 那是户外园区 帮你验收工程的品质吗 户外园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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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就发现那个草皮都死光光啦 市长 没有啦 那个我们是在现在还在出刊当中啦 你为什么要这么急 市长我跟你说 民众有留言啦 在那个Google上面 你可以看一下 你现在被洗到只剩3.3颗星 超级低 民众嘲讽说 我们的新北美术馆是工地风废墟风啦 没有什么艺术内容 还有一些国外喔 韩国人日本人都来逛耶 我们丢脸丢到国外去 市长 你为什么要急着开工啊 你为什么要急着开幕 户外园区要办相关的活动 而且户外园区也在出刊 也快告一段落了 可是你户外园区也还没弄好啊 你的水池里面也都是废土跟瓷砖啊 我们还有去拍照耶 跟艺术报告 我们第一期的外园区的部分 已经整个那个施工完郡了 然后这个部分的 施工完郡那你验收了吗 已经做过初步验收了 验收的品质这么差啊 我们新北的工程都这样验收的啊 那难怪这个五谷的观影桥就掉下来啊 不好意思 这个艺术跟您报告 我们现在是分段的去让民众来体验 那我们现在是 那你不怕民众在工地里面受伤吗 不会 有小朋友就在园区外面跌倒被东西割伤啊 你不知道吗 那就把案例提给我们 没问题 可以吗 可以 来市长 美术馆的重点还是在艺术本身哦 有没有 有那个案例是吧 所以请问 有案例我等一下给你 好 开幕活动办了草地音乐会跟特色多元市集 请问这些跟美术馆有什么关联 请问大家先来了解美术馆的外观环境周遭 那办相关活动大家一起来分享 那你的活动也应该要跟美术馆 扣合在一起吧市长 的确是 这个 你的外部展览的主轴是什么 其实我们外部有公共艺术的作品就有九件 所以我们其实也在做公共艺术的一个导览 然后跟结合音歌老街的活动 做一个那个文化专业的部分 来市长 你的展览的主轴真的不明确齁 看不出来你的展览的重点是什么 我觉得是你的筹备处不够专业 请问为什么台义大美术学院的院长刘伯村老师他不做了 市长为什么 一个优秀的文化人 原来在规划我们的美术馆 还有后续要开的大展 为什么老师被赶走了 为什么 没有赶走老师吧 应该是没有赶走老师 对我们不会赶走老师的 市长 那你就是让人家心委屈了嘛 就这么简单啊 老师是不是有另外的人生规划我不知道 但是 市长 老师帮你争取到了两亿元 写了好多的计划 跟中央争取到钱 那你用完你就把人家踢到旁边去 不会啦 不会啦 我们不会做这种事啊 没有什么规划 我们家文化局可能比较清楚 好啦 那老师这么好的规划 他帮你写了这个计划书 为什么你没有继续沿用呢 市长 你还记得 你还记得 刘老师当初 对美术馆的定位跟构想吗 因为我这个要尊重文化局的文化专业啦 市长 这个是我们新北最大的文化建设 近年来最贵最大的文化建设 你还让他开展了 所以你应该要知道啊 应该文化局会定期跟你报告吧 跟郁卓报告齁 其实我们文化 针对那个新北美的 局长我觉得你可能没有市长懂 因为毕竟你也才刚上任而已 市长听到的事情应该比你多 市长已经说 他刚刚开头 他就说 他关心新北美很久了 从他当副市长实习到现在 所以我觉得他比较懂 所以你可以不要讲话 来市长 请问一下 你还记得那个美术馆的构想吗 我当然知道啊 当时我给他定位是 前面美术馆市民美术馆啦 是吗 那刘老师当初写的就不一样咯 全民的美术馆市民的美术馆 对我定位是 所以他是在地还是国际 以在地为主 以在地为主 哇 市长我们花了27亿元的美术馆 你决定把它定位在在地 大家都能够进到这个美术馆 美术馆每一个人都可以进去啊 市长 看得懂 然后了解我们本土艺术文化 市长 好啊没问题 我觉得你讲得很好 那请问你的定位是这样 那请问 有几个都说有本土艺术家在那边 请问 对搭配那边来以前名的美术馆 来 那我问你 你说你要让他在地化 那新北美术馆的典藏是什么 我们新北美术馆的典藏是以那个二十世纪以来 现代 现代跟当代的艺术为主 那你现在买了哪些作品 比如说像我们 二十世纪当代 所以是新北的艺术家的作品吗 因为你刚刚说到在地嘛 是吗 我们的确有收集一些在地艺术家的作品 比如说像 金山的李在前 前辈艺术家的作品 包含就是公共艺术的部分 你也可以看得出来 像《种子》啦 那你目前花了多少钱 买了多少的艺术品 可以公开让大家知道吗 这个部分可能 涉及到一些艺术品的交易 总价总是有嘛 总价跟几件你总说得出来吧 这一个部分有些是捐赠的 扣掉捐赠 你本身的典藏是什么嘛 你不能典藏都是捐赠啊 你当初在盖美术馆的时候你就要思考 我的美术馆的定位是什么 我要展览什么东西 我才能规划那个空间跟相关的艺体设备嘛 对不对市长 我在两年前就问过你们类似的问题 当时还是龚雅文当局长 一问三不知 市长我现在问你 你也是一问三不知啊 不是一问三不知啊 我有要求他们 有些艺术品当然会很贵 但是我们新北市没有那么多柴岩 用很贵的价钱去收拾问题 不一定要贵啊 但是你要有概念啊 主题是什么呢 我来市长 原来刘伯春老师的构想很好 他本来要弄一个美学的产业聚落 他想要学习这个巴黎的艺朗啦 用全部队联起来 里面有设计中心 里面有这个艺朗 里面有这个画可以有这个文创中心 国际艺船村等等的 可是新北现在换了一个筹备处长之后 好像这些事就不见了 所以市长新北美现在是没有灵魂的耶 他有一个很国际的建筑没有错 不会啦 但是你的内部真的很可惜 新北美可以本来可以帮新北 跃上我们的国际的一个这么好的建筑 姚老师做的作品 那你的内部东西如果不好的话 谁会来看我们的美术馆呢 来市长我要再问你齁 你美术馆何时正式开幕 目前是要搭配事业混的台湾设计展 跟艺座报告 所以为什么美术馆的开幕是用设计展 而不是美术的艺术展呢 跟艺座报告齁其实 我要问市长 那个应该是这样子讲 就是设计展之后 其实我们要进入整个美术馆的试专 开幕展是一个美术馆 在国际上最重要的定位 你开幕当天就可以决定这个美术馆 它到底会是什么样子的风格 因为 它对于它的第一印象就会形成 所以市长 你拿美术馆来办设计展 这完全是个错误的事情 我特别跟艺人说明清楚 好我先让你说 因为我们八月我们预计是在八月要完工 是 但是里面美术馆还要花一段时间试装 那完工以后的外表 会配合我们台湾设计展 当然要试装也要外型嘛 试装一定是在设计展之后 可是这是你的开幕展欸 市长好那我问你 你要用设计展 没有那么快 请问有哪一些国际的艺术家会来台 你有邀请吗 哪一些国际的艺术家会来 因为美术馆的开幕的时间 目前比设计展一定是在它后面 因为还有四张 所以你还要先办一个设计展 再开幕 还有四张还要静置 所以一定比设计展的后面 那你设计展是在内部 然后内部还在修缮 然后你就办这个展 你确定这个对美术馆是好的吗 市长这个我真的觉得很害怕齁市长 而且我要告诉你设计跟艺术是完全不一样的 设计是商业化的 艺术是更创作的 它是完全两个不同的灵魂不同的概念 你让美术馆办设计展 不能说绝对错误 但你放在开幕大展 我觉得很危险 开幕是在后面 开幕是在后面 那你开幕大展要展什么呢 你决定了吗 你要展你的点堂吗 这个另外规划 我也请问那些好好规划 那你正式开幕是什么时候嘛 你说十月对不对 那也要等四张差不多 这个旗程把它定的很清楚 因为你们硬体工程delay嘛 因为艺术品的部分 一定是要有一个静日期 至少要半年以上 所以最可爱的是要 所以那就代表你们根本没有准备好嘛 不但硬体工程延档 你在团体上面都是这样啊 来市长 给议员讲一下 我要再提醒你 你要不要我讲时间 好你讲 好 我们预计开馆的时间是113年底 或是114年初啦 所以还要再等一年 因为我们要有静度期要半年啦 那你这一次 特别办一个圆区前面的这个广场开幕 就是为了你的选总统 你要去把你的这个政绩做出来嘛 这个之前很早就争取到的啦 市长 你这样真的是齁 跟艺术报道齁 工作人员都没有带好 好啦 局长你不要讲话 你还没有我懂呢 你不要讲话 来 市长 我还要再提醒你 花大钱27亿 不要让他变成文化中心 拜托 他是一个美术馆 你可以让他国际化的 你可以让他把我们带上新北市 把新北市带上国际的舞台 艺术超越国际 艺术超越国界 艺术没有一中原则 你可以藉由这个机会 让新北市越上国际 请好好把握 请好好把握 我们现在就是朝这个方向再努力 好 来 希望艺人给我们多多鼓励 是 好 来 市长 你的同仁很辛苦 要盖了一个不连担 好 谢谢 市长 我继续再问你 要再鼓励了好不好 来 市长 谢谢 我来再问你一个国际问题 目前我们台湾跟中国同时申请加入CPTPP 你认为台湾有机会加入吗 挑战性很高啦 挑战性很高 因为目前遇到什么困难呢 当然也有很多困难啦 不是单一个困难啦 哪一些困难 我相信你 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一定也有国际间大家不一样的看法啦 最大的困难就是中国一中原则的阻挠嘛 对不对 市长 是不是 这个意思都有啦 一直都有 没错你也知道一直都有嘛 那我问你喔 如果中国他成功加入CPTPP 他会对国际局势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我想现在因为美洲贸易两个国家都是在 讲真的美洲贸易是在对抗当中啦 当然一定会有影响啦 然后呢会有什么影响 会造成什么国际上的影响 你可以阐述一下吗 因为这涉及到经贸齁 嗯 大概有两边啦 嗯 我也看到美洲贸易过程当中的一个 欸 市长你不要上来救驾喔 非大陆跟大陆之间关系的产业链有一些相关问题啦 嗯哼哼哼 是啊是啊 没错 所以美国如果中国优先加入的话 美国可能就没有办法回去了嘛 那整个国际情势就会改变嘛 美国当时好像有印象是川普不进去了 很少2017吧 他本来有一起规划 后来没进去嘛 202017他自己不进去 来 市长我问你 那如果中国比台湾早加入会发生什么事情 我们大家一起加油啊 欸 处长不要一直提示嘛 不用提示啊 我这个很 我跟你讲的 我记得2017川普自己不加入啊 我是在问你 中国若比台湾早加入会发生什么事 所以我们要继续努啊 会发生什么事 不要放弃啊 不是 如果中国比台湾早加入会发生什么事情 可能会发生什么问题 你比较担心的是我们进不了的 没错 我们有可能会进不了啊 所以我问你 台湾成功加入CPTPP的关键是什么 希望 希望 希望大家 多多结交我们有帮给我们支持 好不好 没错 因为他们采取共事局嘛 入会的关键就是每一个会员国都要同意 所以我们希望更多的有帮帮我们支持嘛 是 没错 所以关键不是谁支持嘛 是谁反对 欸 处长不要再一直跟 市长讲悄悄话了 你这样会突显 市长一点都不了解国际 真的你不要帮到忙 我相信他会的 因为你们勤钱都有帮他准备 他桌上还有那个平板 你可以 平板里面也没有这个内容啊 没有这个内容啊 你要看啊 你可以告诉他这个答案啊 你不要在旁边讲悄悄话嘛 很难看欸 我问你市长 请问清美的会员国有哪一些 新北 清美 清美国 跟美国比较要好的会员国有哪一些 要问美国吧 这个美国的 比较要好的 当然是问美国啊 怎么会问我呢 欸 你怎么会不知道呢 国际情势你应该要了解啊 在这十一个会员国里面 哪一些是清美的 没关系你不用全部都讲 你讲几个 就好了 不好吧 我们定义别人的朋友 这个 市长 说一下嘛 我們不甘议 别人国家 对其他国家的看法啦 我们在台湾在申请的过程中 谁 应该会投下台湾的赞成票 这个你总会知道吧 这是 拜托大家 给我们多多支持 每一个人都给我们支持 当然是最好的嘛 都要拜托嘛 但你手上也要算票嘛 就像 你如果在这个投票的过程中 你也要算票啊 你有这么一个条件 你也要算一下 我在这区可以拿一票 這個你最會啦,你喬王欸,對不對? 講一下 我們是團結共好好不好 市長,你都不敢說 你都不敢說,真的 市長,那哪一些是比較偏向中國可以控制的國家呢? 這個啊,要問人家那個 你問了那個國家,你要問那個國家 不是問我啊 那個國家跟誰比較好,你要問那個國家怎麼問我呢? 你今天一定要做一些基本的政治判斷嘛,對不對? 已經會投給你的,你就不用花那麼多力氣 你要花時間在那些不會投給你的人身上嘛,對不對? 每一個都很重要,每一票都很重要 當然每一票都很重要,韓國瑜說 票多的會當選,票少的會落選嘛 人家不投給你,你要去拜託人家啊 你明知道那一票不是你的啊 所以你要知道哪一票不是你的,才去拜託嘛 市長,好啦,你都不敢說 我告訴你啦,清美的會員國有日本、加拿大、澳洲、紐西蘭跟墨西哥 清中的會員國有新加坡、越南、馬來西亞、文萊跟智利 你怎麼定義的? 是這樣的國家,這個是全世界的共識 我只能說是一個相對 對啊,所以只是相對啊 我想要問你齁 請問一下,你這次出訪新加坡 你有跟黃巡才副總理見面嗎? 你說你有當面建議他要支持台灣加入CPTPP 那他有正面回應你嗎? 我都希望大家給我們多鼓勵 他有say yes嗎? 希望大家都給我們多鼓勵 有沒有嗎? 你都在現場嗎? 因為我們談了很多綠色金融以外 也談了很多國家未來的整個建設發展 新加坡去 現在我們面臨最大的問題就是我們要要票 我們都希望大家給我們多鼓勵 可是新加坡的票好像在中國手上嘛 對不對? 所以我問你啊 他有沒有承諾支持你會讓台灣加入CPTPP 我們最主要是談新北市的建設 所以你沒有談到國政就對了 我們以新北市的市政建設為主軸 好啊但是這個還是會影響新北的經濟啊 CPTPP如果未來台灣加入 新北的經濟還是會受影響啊 不管是農業或是產業或者是這個製造業 其實都會啊 所以對你來說很重要啊 這也是市政的一環欸市長 所以談綠色金融啊 好好來來來市長 我要問你一下齁 因為你也知道嘛 中國一中的原則嘛 他跟這個新加坡大概都講得差不多了嘛 所以我想要問你齁 因為中國經常以一中原則 去混淆美國的一中政策 所以我想要問 What'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one China principle and one China policy What's the difference 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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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換你 但英文很標準 What's the difference 對我來講齁 不管是美國的一中政策 或是中國的一中原則 對我來講 我是中華民國 就是按照中華民國性來講 可是中國不承認中華民國啊 我們自己要對自己有信心嘛 那不承認你要怎麼樣走出去呢 市長 我們現在不是走出去了嗎 我們有13個邦交國啊 滿有一個邦交國都沒有了嗎 那你可以在這裡說兩岸互不隸屬嗎 兩岸之間要彼此之間 互相做共同嗎 我們兩岸之間是兩個國家互不隸屬嗎 我們大家彼此之間要平等友善 尊嚴的對待 那對岸的國名叫什麼 市長對岸的國名叫什麼 台灣對岸的那個國名叫做什麼 國家名稱 他的國名 他叫中華人民共和國啊 習近平統治下的那個國家叫什麼名字 他叫中華人民共和國啊 沒錯很好 Bingo 那你幹嘛要這麼樣的不講話呢 沒有啊 不是我回答你 來市長我想要問你齁 你去玩新加坡你會訪美嗎 目前沒有這個計畫 目前沒有這個計畫 所以你也不會有什麼時間點的問題 是不是 目前就沒有這個計畫 好 那我想問你如果你要去 因為你如果想選總統 美國一定會想知道你的很多事情嘛 你想要傳達什麼訊息給美國 如果你可以去的話 目前沒有計畫啊 好你沒有計畫 好啊 那美國你總是要有對美的人才嘛 你對美國你未來總是要互相交流 你要有這樣的人才庫智庫嘛 現在誰在幫你做這樣的外交事務呢 我們在做新北市的國際科 就在新北市四個四十九個友善的 以及姐妹城市 國際交流我們每次都在做啊 不是啊 我是問你國際交流 我是問你的人才庫 你目前對美國 不管是對這些相關的國際的這些官員也好啊 智庫也好啊 你有哪一些人才在跟他們互相交往 大家都常常跟國際有人交往 也不是只有跟美國啦 不是啊 我們新北市的各級數都會跟國際人士交往啊 我們怎麼能相信你跟美國之前溝通順利呢 外面有在傳說說這個朱立倫要代替你去打頭陣 因為他過去跟美國的關係比較好 這是真的嗎 這個傳聞是真的嗎 我現在是新北市長做新北市城市外交 我在問你朱立倫好像要代替你去美國這件事是真的嗎 我現在是新北市市長我們做新北市的城市外交 好市長你就是不想說嘛 但我覺得你是不是都沒有準備好 你人才庫沒有準備好 你自己對自己也沒有信心 所以沒有安排去美國 我們現在重視的是新北市的各級數 不管是 的外交 城市外交 你會關心做新北市的城市外交才對啊 不管是你們的郭台銘還是柯文哲 都防美了耶 那你自己沒有這樣的規劃喔 好啦就我覺得你還沒準備好 你要多讀點書 多看一點電影 把外交關係給補起來 好不好 看電影 你自己說看電影啊 你的副市長說你看電影 學國際關係 謝謝 來市長時間到前回 謝謝 我們休息到四點半